香港新最低时薪37.5元水平及总加幅均低于台湾,两年一减的香港最新法定最低工资快将拍板最低工资委员会,劳资双方据称已达成共识,建议把最低时薪由34.5港元下同折合约3.8欧元,上调至37.5元增幅为8.7%上。 树心的法定工资,一旦获得当局通过将继续低于人均国民总收入少香港一半的台湾,而多年来的总加服役低于台湾香港劳工福利和保障低于其他先进国家,是香港劳工常常挂在嘴边的快将通过的最低工资水平。 以消息人士透露后,有保安业界人士表示不满认为新水平难抵通胀,而饮食业则指新水平不切实际,因为不少工种的实质时薪都比最低工资高,否则难以聘请工人、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消息人士,透露和劳工界代表及厂商会会长公开表示, 接受的37.5元最低时薪最低工资委员会将于下周再开会讨论,并于10月底前完成报告,提交特首及行政会议审议行会,通过后将于明年5月生效而再拍板前。 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在电台节目表示,现实时薪低于37.5元的工人不多,故商界未有太大意见。 出席同一节目的劳工顾问委员会,劳方委员邓家标指出,新的最低工资虽与劳方建议的40元或以上有距离但家福较高故此,可以接受香港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理事陈秋成, 不满委员会劳资双方接受的37.5元指着于过去,争取的44人有很大距离,而薪水平一难抵消通胀幅度不少。 雇员一难与资方一家保安业界指出的问题,与乐师会日前发表香港不平等报告时指出的问题一致。 该会港澳台项目主管曾加会衬,香港最低工资水平不足以应付基本生活。 升幅一落后通胀已至出现在值贫穷问题。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本台翻查公开资料一可见。 香港的最低工资水平确实长年以来比台湾低但值得深思的是,香港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台湾。 以2017年的数据显示,香港的人均收入是46,310美元而台湾则是23,573美元。 香港的人均收入几乎高台湾一倍,但最低工资水平却低于台湾有别。 与香港的最低工资两年减讨一次,台湾是一年一减的,而日前公布并将于明年1月起生效的最低工资月薪是23,100台币时薪则为150台币。 后者折合约4.2欧元比香港可能于明年5月,生效的薪最低时薪高0.4欧元。 事实上,香港最低时薪的平均加幅一长期以来,低于台湾香港自2011年5月起时是最低工资。 当时时薪是28元若明年落实,加至37.5元及8年来的加幅是33.9%,台湾方面早已推行最低工资。 若同意,2011年未基础计算,8年来的实质数额上调,落52元台币及加幅,为53%其累计加幅。 比香港多了19个百分点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人均收入,比香港上一半的台湾,最低工资却比香港高,而香港资方却仍以难以聘请工人。 要求港府从外地其实主要是中国大陆,输入劳工更别提今年不久前才完成最低工资,应否立法公开咨询的澳门了。